我們看到這個鴻海股東會 今天的激情 通過之後 說要發現金的顧慮五點二塊 這已經算是鴻海這三十幾年來的新冠 鴻海說明未來對到電動車的發展 另外對到這個中國風車的影響 他們表示這個中國春區 阿伯的印證 從來 連過台北人自己所導致研究的PCR 這個水冷氣 來協助春區的風險 今年的鴻海股東會很特別 我背後這一輛電動巴士 就他們自家生產的Model T 小股東來開會 只要出示 這一張股東通知書的話 就可以直接上車前往股東會的現場 鴻海一團 現發電動巴士Model T 在島來出現 它的內臟速結通缸 充滿科技感 車頭兩邊的不空沒去 電腦使用這種車替的 稍為立命機來出台 360度鑑空漏風 行車更加安全 請這麼多消耗檔來坐給體驗 跟特製那種感覺差不多 就是有一種很科技的感覺 今年鴻海股東會在山上 含實體做回來 小股東他們坐到現場的 人數比去年比較多 今年鴻海通過的配法 現金鼓勵一股是五股二 創下像七以來三十一年來最改完 當市長老養位更加信心在發揮說 對電動車的投資報局 希望說在未來三年 應修規模可以得到一條 電動車產業營收達到新台幣一兆元 以及每年電動車出貨量 可以達到五十到七十五萬台 如果中國政府最近因為疫情嚴格 香港 小股東也很關心 鴻海生產英文是不是受到影響 那如果中國在持續的這個嚴格的管控 那鴻海的因應策略又是什麼 不斷的演練我們的泡泡式的管理 創辦人的這個PCR的測試儀 那也希望它能夠很快的 我們能夠也得到中國的政府的支持 可以用在我們的場區內 泡泡管理可以做到更紮實 三十一 鴻海高級也出現共同火的行情 盤中一度來到一百十一戶五 稍微去一戶 不過大盤表現不好 一直到再去十點盤 盤中最多來到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三點 半火八點 不過接近五盤有稍微回來 丁現多空鑽動 記者 綜合報道